第十四节 剑魔对位鳄鱼 本节为大家带来的是 剑魔对位鳄鱼的对线精讲 素材选自韩服宗师分段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鳄鱼这个英雄 鳄鱼和剑魔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的强势期都在三级后 而不同的是三级前 剑魔自身拥有三段Q技能和被动 而反观鳄鱼就只有一个Q和伤害不高的E技能 所以剑魔的伤害手段就要比鳄鱼多 那么在三级前 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压制鳄鱼 众所周知 鳄鱼这个英雄的惯用手段 就是使用E技能近身 接W技能眩晕 最后再使用二段E技能撤离 白嫖我们的血量 所以我们就应该更注重W技能的释放 因为一旦鳄鱼交出E技能 我们再利用W技能打反手 就变得尤为关键 另外我们要学会利用鳄鱼E技能 与我们W技能的CD差打出效果 简而言之 就是大家在鳄鱼E技能的CD真空期 自身还有W技能的情况下 对其打出消耗或者击杀效果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到心理有数 鳄鱼的E技能还有多久就会赚好 并且还要知道鳄鱼的E技能 无额外冷却时CD为18秒 好了 阐述完对象思路后 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本局剑魔的符文问题 这局剑魔副系带的是海谷杜层加复苏 这套副系的带法可以增强自身坦度 海谷杜层在与敌人对拼时 能把我们抵御一定的伤害 而复苏与剑魔自身的回复特效也非常契合 所以这套符文的容错率也就更高 建议大家兑现一些比如剑机锐文或者鳄鱼这些近战猛难爆发很高的英雄时 大家也可以带上这套天赋 减少我们线上被击杀的风险 能让我们平稳的过渡到自己的强势期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游戏 看看本局剑魔是如何兑现鳄鱼还能打出优势的 胜放上线后 由于剑魔想利用被动消耗鳄鱼迟迟没有补刀 而是站位靠前想要压制鳄鱼 而鳄鱼也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与剑魔拉开身位站在草里 在等到剑魔用掉被动后才出来使用Q技能补刀 剑魔则趁机打出QAQAQ对其消耗 接着拉开距离前后探步偏掉了鳄鱼的Q技能 追击到草里对鳄鱼打出一刀被动 又向二草走去躲避小兵的仇恨之 然后继续开始补刀 随机看准鳄鱼补刀的时机 对其命中一段和二段剑锋Q 鳄鱼只能使用E技能来躲掉三段Q 这么一来一回消耗掉鳄鱼大半血量 不得不克掉自己的血药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在未到三级前尽可能的消耗鳄鱼 鳄鱼在E技能站好后 EQ近身消耗剑魔 接着瞎子打信号 势意要来干咳 剑魔摸出一刀被动后 瞎子Q中鳄鱼 摸眼平A打出鳄鱼闪现 随后鳄鱼TP回线 而剑魔已经到达三级 对其打出消耗连招QQE 剑魔不得不克掉自己的一个血药 在其拆掉眼后 EQE接W将剑魔眩晕 随机向后撤退 剑魔则对其打出两发平A 接一段剑锋Q 接着QE又打出二段剑锋Q 打出一刀被动后 直接打出Q闪 再接两发平A 拿下一血 在这波击杀中 有两个细节 让我们为大家一一分析 一 技能的加点方式 大家来看 当剑魔生的三级时 并没有点W技能 而是升级了Q技能 这是因为多点EQ的话 可以提升Q技能的伤害 也就能打出更好的消耗 或者是击杀效果 大家在素材中也可以看到 当剑魔生的三级时 鳄鱼还是二级 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等级优势 多点EQ对其进行压制 所以当我们在线上打出一些优势时 也可以选择这种点法 要知道鳄鱼前期的主要输出技能 就是红怒W 所以当鳄鱼选择用一段E近身剑魔时 剑魔先是向后拉扯 这样就拉开了鳄鱼的W技能范围 它就无法打出红怒W 只能将红怒用在二段E上 来进身剑魔打出W技能 这样一来鳄鱼的伤害就无法打满 对剑魔造成的威胁也就更小 下面我们看剑魔释放技能的细节 当鳄鱼进身剑魔时 并没有直接释放Q技能 因为这时是无法命中剑锋的 而是先凭A三下 再卡好距离打出了一段剑锋Q 然后又将E技能配合二段Q命中剑锋 最后因为鳄鱼没有E技能和闪现 也就没有了任何位移手段 所以最后打出Q闪 这样三段Q全部命中剑锋 将伤害打满为这波击杀 奠定了基础 所以当我们在与敌人对拼时 不要随意放技能 要以Q技能伤害最大化为核心 这样才能抓住机会打出击杀效果 下面我们继续回到游戏 双方上线后鳄鱼一进身 红怒W定住剑魔截AQA 最后二段E撤离 这时南枪来上干克 剑魔不慌不忙向后撤退 随机对着南枪打出QAQEAQ 为自身回复了一定血量 然后剑魔在三角草作眼 看到了南枪要来绕后跃塔 便对其打出一段Q 不慎空调又对其挂上W技能 接着对准鳄鱼打出二段Q 接被动再接三段Q 接着向前拉扯 南枪剑撞跟闪追击打出一发平A 剑魔则向防御塔下方拉扯 南枪A塔后又A到剑魔一枪 最后被反杀 鳄鱼跟上来Q空后 向后撤离 这时瞎子也赶来支援 剑魔升到6级后 开启R技能 一刀刺死剑气 将鳄鱼送回泉水 这波剑魔能成功反杀两人 都得益于自身的出装与细节操作 首先是出装 大家来看 在剑魔第一次回加补给后 先出到一双不假鞋 为什么说这件装备在这波反杀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呢 这是因为敌方的上野都是AD输出 这是其一 第二点是鳄鱼的主要输出技能是红怒W 而红怒W则是三次普攻 我们再看不假鞋的被动 恰巧是可以格挡掉12%来自普通攻击的伤害 并且南枪的主要输出伤害也是来源于普攻 所以剑魔先出到不假鞋 在这波反杀中抵御了很多伤害 也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小伙伴们在对局中 例如对线剑机色底等英雄时 也可以先出不假鞋 对自身来说也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装备 下面我们再来看它的操作细节 在被南枪追击时 剑魔并没有一味的逃跑 这一点也很关键 如果剑魔没有敢于反打的话 就不会为自身回复了那么多的血量 并且还将南枪打成了残血 也就为后面的反杀做出了铺垫 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是 剑魔在反打南枪时 释放技能穿插了两发普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之前的教学中 让大家在连招中要学会穿插普攻 这样才可以将我们的伤害做到最大化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在南枪追击评为我们时 剑魔特意走到了防御塔下方 这样南枪打出了两枪 第一枪打在了塔上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擒王绕柱 那当小伙伴们在游戏中被跃塔时 要学会有意的利用这一点来规避伤害 接下来再让我们回到游戏 时间来到了8分钟 剑魔因为等级优势并没有回家补给 而是选择继续压制鳄鱼将其打成残血 提防辅助来上干渴剑魔 鳄鱼率先发难 一段E近身打出Q技能 剑魔则对其挂上W 鳄鱼再接红怒W将剑魔定住 接着想用二段E拉开W技能范围 结果又被拽回 然后剑魔凭A鳄鱼向后拉扯 开启R技能 再A一刀命中一段剑锋Q 接着配合E技能打出二段剑锋Q将鳄鱼击杀 最后打出三段剑锋Q 接被动将洛打残 最终落叶仓皇而逃 这波看似很简单的一波击杀 其实也非常的细节 同样还是剑魔技能的施放时机 我们来看剑魔在这波对拼中 是如何打出了两段剑锋Q将伤害打满的 首先在剑魔反打时 并没有先交Q技能 而是先打出三发普攻补充伤害 然后看准鳄鱼的走向 卡好距离命中一段剑锋Q 最后再利用E技能配合二段Q 打出二段剑锋Q 完美的命中了两段剑锋Q 将伤害打满 再一次把鳄鱼送回了泉水 所以当我们在游戏中遇到这种 敌人不会直接将我们秒杀的情况 我们在打反手时一定要稳准狠 稳是不要急着放技能 而是要适当的留下一些技能 可以先用普攻补充伤害 准是卡好自身与敌人的距离 尽量打出剑锋Q将伤害打满 并且技能之间的配合也要灵活运用 狠就是找准时机 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将其击杀 好啦本局精彩教学点已经为大家讲解完毕 之后的比赛进程由于陆路开花 敌人已经放弃防守 让我们推掉敌方大水晶 最终拿下了本场对局 让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